英国首相的脱欧大计在遇拦路虎 英国议会星期六投票通过修正案 迫使政府必须致函欧盟 要求延迟脱欧期限 首相约翰森在百般不愿意的情况下 发信给欧盟 同时也给议会写了一封公开信 阐明自己拒绝延期的立场 英国议会星期六以16章多数票 通过了保守党前议员莱特温提出的脱欧修正案 规定政府必须先完成脱欧协议中的立法工作 才能提交协议进行表决 如此一来表决协议将展延到下个星期进行 这个结果迫使首相约翰森硬着头皮 当天晚上发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给欧盟 要求延迟10月31号的脱欧大线 心不甘情不愿的约翰森过后再寄出第二封信函 向国会议员传达个人的强烈意愿 他在信中阐明推迟脱欧是个搜主意 同时坚持要按期在月底离开欧盟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交后证实 已经收到英国政府的来信 并表示会开始咨询欧盟领袖再作出回应 根据英国国会上个月通过的法案 如果议会无法在这个月19号之前 通过新脱欧协议或无协议脱欧 约翰森必须向欧盟申请把原定 这个月底的脱欧期限 推迟三个月到明年1月31号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